騎單車出去玩 已經不稀奇了 如果把車帶到國外 這才新鮮 這麼大的一台腳踏車 該怎麼把它裝進小小的袋子裡 只要將它簡單 分成幾個小步驟 一一把它裝進袋子裡 6公斤的單車就可以輕鬆帶著走 天降單車前後輪及坐墊 一一拆解下來 裝進專用的吸車帶 就可以輕鬆拖著走 單單只有這樣的準備 整帶上飛機帶出國 那是不行的 還有些小細節更要注意 充氣用的CO2鋼瓶 無法帶上機 車用碼錶內離電池 必須隨身攜帶不得拖運 還有車輪必須先漏氣 否則高空壓力差 可能讓這些東西產生意外 維修品也建議自己備妥 像內胎 內外胎 到了國外準備 享受一場單車慢活之旅 等等 跨上車前必須先了解 當地補給站的位置 地形是彎 是直 是平 是抖 以及當天天氣的狀況 才能玩得平安 一邊騎車一邊欣賞美景 還有最熟悉老戰友香陪 非常愜意 但是這樣的成本並不便宜 一般沖繩五日遊大約兩萬五 而帶上自己的愛車 要來到四萬元貴了兩成 我們帶比較大件的單車出國 會需要有拖運 然後當地需要運送 那我們在出國的時候 會有隨行的祭司 儘管成本較高 還是有許多騎士 寧願多花點錢 也要把IG帶出國 騎著他們看遍世界各地美景 記者陳盛偉 韓志欣 張志凱 採訪報導 各位報告